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10点多快11点了 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 随便出去逛一逛转一转 吃点好吃的 准备发掘一下西安比较周边的地区 有哪些还没有去看过 有很多云彩 中午出去吃个云家村 路上比较堵车 周末大家都出来了 这是想想吃个观众大会餐 你不要辣子 要 有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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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旁边还有卖肉夹馍的 远处是太和水饺 还有饺盘 要了一个麻辣的 不是不是不是 麻辣灰菜很香 还有一个饼 这是啥饼 自然炒肉夹馍 自然炒肉夹馍 我觉得这个夹馍很好吃 一路开到了昆明池 天气已经完全转情了 今天人超级多 好多车 外面都挺满了 一进来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广场 好多人在这放风筝 这里有个昆明池七夕公园的简介 据说汉武力当时修建这么大的人工湖 是为了训练水军 最近天都已经回暖了 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巨大雾壁的处案 昆明池公园应该是2017年才建成了 是在原来的遗址的基础上修建的 纪念汉武帝的丰功维绩 在往那边走应该是西西公园 里面算是一个特色的小镇 天气好人特别多 这里还有个轻车酒店 应该有外地人来西安度假的话 住在这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旁边就是一个巨大的孔雀 它的尾巴全是蓝色的小花 特别漂亮 而且这个颜色还是渐变的 感觉做出来很不容易 等距离看一下 这个孔雀的颜色和蓝天白云相差 特别好看 昆明池七西公园 据说牛郎之女的故事 就是发源于省西省西安市 长安区的斗门镇 所以昆明池上有一个雀桥 然后两边有牛郎和之女的雕像 这里还有一个婚姻灯具处 很多情侣来七西公园游玩的时候 就顺便登记结婚了 这些树上还保留着过年时的装饰 很多灯笼红红火火的 七西连礼院西咸新区婚姻登记处 非常的有特色 那边好像还有一个长廊 过去看一下 喜事婚姻文化体验中心 婚姻登记处的门口 有一个这样的牌子 这个公园还挺大的 走了好半天才走到昆明池 雀桥 就是昆明池上面的那个远远的那个桥 好多鸭子 春江水暖鸭先知 远处有两个镂空的那种雕像 应该是牛郎之女 湖上面有一个亭子 火焰 亭子里面挂着好多风铃 春天刚好风很大 我刚才还以为有谁在这儿演奏乐器呢 把牛郎和织女隔开了近2000年的雀桥 池水超级的清澈 环境维护得非常好 登上雀桥 这个桥的两边的桥墩上都是喜雀 桥的正中间是一个牛郎之女的 浮雕画 偶遇一只黑天鹅和一只大白鹅 好可爱啊 哈喽 从昆明池出来 这边有一片树林 感觉这个公园真的挺大的 好多白花树 这边人相对来说少了很多 走了一会儿已经有点热了 虽然今天风有点大 但是气温的确不算很低 已经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了 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大球 还有一个彩色的长廊 走过去看看有什么 好像是个儿童乐园 好的小朋友在这玩 感觉这个公园里面游乐设施还挺全的 巨大屋的棉花 到云汉书店看看树 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来一杯拿铁 不知不觉已经下午快六点钟了 打算去吃个晚饭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转发留言评论 我是吉利包 和两只猫猫一起在先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人常生活 带你缅满古城仙的 历史文化古迹 风土人形和全土美食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